嗨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关于对确费动收入和投资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呢我们来一期这个Q&A 就是很多常见的问这个关于日内交易的一些问题 那简单来说我总结了一下你们的问题 有的问说日内交易到底要赚多少钱呢 能赚多少钱呢 怎么样什么时候才能稳健的赚钱呢 这些问题非常的多 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日内交易呢 那再加上最后一个常问的问题 做日内交易要看什么书 跟谁去学习 怎么样去学习 要学多久才能持续的赚钱呢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系列的问题 嘿我是Kelina 视频开始之前如果还不认识我的呢 我叫Kelina 专门是从事金融事业 也是日内交易 day trading学校的创始人 那我们的学校呢 所有的学生呢 遍布全世界 所有的网课呢 都是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到我们学校去学习的 那现在呢正好是我们的美国 所以呢现在所有网路上的课程呢都是10% off 可以看下边的链接 我会把下边这个10% off的链接发给大家 如果在这段时间想学习感兴趣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优惠的机会 好那今天的主题就是日内交易员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其实呢如果是你一开始刚刚从事日内交易的话 前三年你就不要想着你会赚非常多的钱 但是呢为什么很多日内交易员都能坚持下来呢 因为你会看到很多成功的日内交易员 他赚的钱真的是基本上你过了五年之后 如果你是还在这个日内交易的市场里边的话 每一年从50万美金到100万美金的话 基本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的 那如果呢你是新手一到三年的话 千万不要指望着你可以赚很多钱 只要不赔钱都是惯性了 所以呢学习的时间一定是非常的多 但是呢如果你是真的非常的用功的话 前三年到四年的话这个时间是少不掉的 过了四五年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有一个turning point 你就会发现说 哇原来我找到自己的这个pattern 自己的方法了 那那个时候呢你基本上看你的account size 你都积攒了大概三到四年或者是五年时间的这个经验和金钱的话 你一般来说呢你的这个account基本上都是五万到三十万左右 那你想用这个十万到二十万左右一年翻倍的话 对于daytree来说其实我觉得是蛮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基本上来说我们超过了三年之后的日内交易者到底是能赚多少钱 基本上一个月是一万到三万左右 所以呢整体一年算下来的话大概是二十万到三十五万左右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你已经是五年到七年的这个日内交易员的话 基本上如果那一年整体的形式非常好的话 大概是五十万到一百万美金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如果你是真的是非常的棒 而且你自己的那个partner当年是出现非常多 而且你的风险管控在加上你这个非常的lucky的情况下 赚个一个million到五个million也就是说一百万美金到五百万美金的话 基本上也是非常多的这样的日内交易员的 那一开始的日内交易员呢千万不要指望着你第一年就会赚个几百万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你没有去学习的话真的市场是非常的险恶的 投资呢也是有风险的 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在没有任何的knowledge 不知道是什么职业 不知道怎么样去交易的情况下进入到这个市场 好那下一个问题大家问我说 你们是在外国怎么样申请这个broker 也就是说选择什么样的券商 其实在我们的初级课程里边都会非常详细的给你介绍 到底用什么样的去券商去开户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开户一步一步的 但是如果你在海外的话 其实倒是很好 关于这个税金方面的话 是有一些这个减免你可以跟你那个国家的这个CPA 就是税理师去商议一下 是不是可以开公司去做交易啊 甚至是说你这个做交易的话 在美国如果你一年交易了多久时间的时候 你就会申请你是一个trader 也就是交易员 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抵掉一些税 甚至呢你买一些电脑啊 或者是甚至你这个在交易的时候做这个做空 是借这个股票或者这个借这个share或者是任何的费用都可以抵税的 所以如果你是在外国的话 申请像这个interactive broker ib这个也是很方便的 还有这个treezero它也是有international的 还有木木啊什么的 我虽然是没有用 但是我是听很多的其他daytrader 什么vboy啊 或者是还有这个guardian等等等等 都是非常的多的 那很多人问我说 做日内交易要不要去看书呢 什么样的书比较好呢 我也问过很多做日内交易的小伙伴们 基本上你看书是不会做日内交易的 真的是需要实践 你倒不如去申请一个可以做这个paper trade的一个broker 像这个sink of swing里边就有这个就paper trade的 所以不是用你自己真正的钱 你可以去练习一下交易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去做paper trade 因为不是你的钱 你就不会觉得不疼不痒的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呢你就会没有自己的交易原则 所以没有自己的钱不痛不痒的情况下呢 你就不会真正的追寻你自己的这个策略 所以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建议 一直在做这个paper trade 但是你可以只买一个share 两个share 十个share就是size小一点 一个trade大概几百块这个样子的话 那其实你也是可以练习到你自己这个日内交易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日内交易到底怎么学习 那先说说我以前是怎么学习的吧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行业很赚钱我也没有接触过 可是呢我是从事的其他的金融事业也知道我们公司的这个交易员赚钱非常的多 看着人家赚钱那么多的话 当然你会心里痒痒的 你要是没有这个精神的话 你肯定是赚不到钱的 所以呢 你就会去学习啊 我就重金啊 花了大概三万美金左右吧 去报不同的这个课程 呃 期权期货的 还有这个外汇 外汇的其实我只是 小小的接触了一下 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适合我 没有那么的喜欢 因为他一直都在这个20有点24小时的感觉 因为我想休息 所以呢就选择了这个美股是选择了这个small cap 比较多 因为呢他会暴涨暴跌 如果你了解他的特性的话其实并不可怕 而反而呢可以从中赚钱 那个这些呢 并不是说我一开始就建议你去选择这个那个或者这个哪个比较赚钱 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你如果不了解基础的一些概念的话 Curpitocurrency也好 虚拟货币 股票 期权期货 外汇都可以做日内交易 那到底哪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的话 真的要你自己去找出来 我本身呢就是把这个一系列全部都学完了之后 深深浅浅的去学学 感兴趣的会非常的这个深究 那到最后呢就发现说 原来美股日内交易就是small cap的公司 我是非常的喜欢 再加上有一些这个option 也就是个期权期货 我是非常的喜欢的 所以呢就坚持一直在做这一类的这个交易 那关于这个期权期货呢 我是一个星期只做一次 可以看我以前的视频你会了解我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们初级课程里边也免费赠送了我这个pattern 我的这个战略给大家 那关于日内交易的话呢 它是比较费时间的 但是呢一旦呢你知道怎么样去交易 做空或者是做多这些都master 学会了之后呢碰到下一个赚钱的机会来的时候呢 你就真的会抓住 所以呢学习呢一定要从基础 学起找到哪一类的这个交易呢 是适合你自己的才去更深究去花一些钱去学习 不然的话你怎么会用心的去读那个东西呢 因为我发现我们学校的很多学员 买便宜的课程呢 他们就是买完了就放在那边基本上也不怎么看 那基础这个小白非常小白小白 这样的小伙伴呢 当然要先从初级课程开始 那如果你已经交易了三年左右 没有找到自己的成功的战略的话 那终极课程呢就是教给你哪一系列的战略比较好 所以呢都不太一样 找到你自己喜欢的 特别是你喜欢的老师 不然你天天听他那边讲来讲去的话那么烦 你肯定就更不想听了 所以我其实就有这个失败 一开始找了一个并不是他那么喜欢的老师 虽然人家都说他很赚钱 但是我听下来之后没有感染到我 也没有觉得他讲的东西特别的容易懂 所以呢导致了浪费了一年多的时间 那之后呢 我是去寻找一些我比较性格也比较喜欢的 然后呢把他的课程全部听完之后呢 再重新去就总结我自己的这个战略 这样子你才会不断的学习 然后呢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积累经验才会在日内交易中真正的一直走下去 所以呢一开始没有接触过这个事业的小伙伴 其实也并不是很可怕 这个事业日内交易 只要你一旦学习了 这就永远是你的东西 就像我现在呢是处于一个旅居的状态 我现在是在日本 那如果是说你的一个交易醒来了之后呢 就pay off 有你所有的这个行程的这个费用的话 那不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吗 所以呢一旦你学会了日内交易 真的是对于我们来说难以忘怀 赚不赚钱不赚钱的话 当然是不会坚持下去 但是呢即使你是一段时间是赔钱的 有一些这个red day 你只要找出来你自己的问题点 成为一个非常discipline自律的这个日内交易员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成功了 好吗那希望我们以后在我们的学校或者是课程中见 那对这个日内交易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看我其他的一些视频 如果是来凑热闹的话 那就不需要在学校见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